很多人被檀花开花的视频给刷爆了 直接种草了 老花衣快给我上檀花 檀花好养吗 这个是去年的时候花友寄过来 那一盆还没这么大呢 我记得被咱们翻出来多少盆 一盆两盆三盆四盆 这还有一个 这个里边还有一个 算是五个还寄走了很多 你还送走了几颗 反正一颗吧 一颗咱们翻出来差不多这么十盆这样的 这个是最香的花友 我本来还送给他个檀花呢 现在没联系过 檀花巨好养 那有的话说檀花怎么样 你把手机给我来 来 那我们家小灰跟你说檀花怎么样 扔那就活 扔那就活 有什么技巧吗 没有啊 就扔那就活了呀 浇水怎么浇 干涂浇涂 那光照呢 给 给 我说就扔那就活 我不管了 这我们家小灰都会了 你能不会吗 很多的话 老花衣这么好养 你上檀花上檀花 给大家整来了 这个呢 是印尼小叶檀花 开白花还会很香 另外呢 还有另外一种檀花 这个呢 就是锯齿檀花 非常的好活 给大家分享点技巧吧 你看这个 长根了 只要是长根的这种 你只要一剪 随便插到土里面 用老花衣的通用配方度 一插就活 一插就活 有的话说老花衣 我不相信一插就活 这个就是前两天花 有寄过来的谈花 来的时候要咯屁了 都不行了 你可以看到 现在 一长新叶子了 那句话说 之前你不是剪了 对剪了 剪了扔到里面 随便一插 长根了 活了 一活活一堆 我准备把这些都剪了 它这个品种好像是大叶的 大叶的好像会便宜一些 另外一个品种 谈花品种有很多 目前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品种 日后再完善吧 喜欢谈花的处宝 可以在下方购物车下单了 老花衣给大家发货 就刚才你们看到的这样 发货就这样 保证鲜活到手 途中死亡免费不放 好了 今天关于谈花的一个事 分享给了大家 觉得不错 记得点个赞 还不会一样少小回去 来了